人類的三項鐵人是游泳、單車和長跑 那馬的三項賽又是甚麼? 讓我告訴你 分別是聖裝舞步賽、場地障礙賽和越野障礙賽 之前分別跟大家介紹過聖裝舞步賽和場地障礙賽 三項賽其實就是他們的結合 比賽一般為期一至三日 先進行聖裝舞步賽 再到越野障礙賽 最後是場地障礙賽 聖裝舞步賽結束後 評判給予每位參賽者的分數會轉為罰分 然後跟他們在越野賽和場地障礙賽中所得的罰分商家 總罰分最少的就為之優勝者 在比賽中 參賽者需要在三項比賽中拆騎同一匹馬 充分展現人馬合一的理想境界 難度絕對不會比人類的三項鐵人低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 再次回應